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句是我们行门的大根大本 没有这个基础 念佛法门 你就算将无量寿经 讲得再好 讲到天花乱聚 亦不会往生 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一天讲几部经典 李十善做不到 他老头参集了读药 这个道理我们要好好感详 事实真相 我们要细心去观察 然后才真正明白 我们念那句阿弥陀佛 为什么会念到地狱里面去 你先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阿弥陀佛没错 你个心坏了 阿弥陀佛是善法 你心里面种种不善 夹杂不善在里头 不行的 不准夹杂不准夹杂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时时在经典上看到 善男子而善女人 这种政府是对我们的吗 我们自己想想我善不善 善的标准 最低限度的 就是正业三幅第一幅 孝养父母 逢是师长 持心不杀 收拾善业 这种是经上讲的 下品的善男子善女人 中品的善男子善女人 要受持三规 具足仲介 不犯威疑 中品的善男子善女人 上品的善男子善女人 还要加上最后那条 发菩提心 心信 因果 读众大圣 劝进行者 这种是上品的善男子善女人 有条件的 不是说我学了法 我就是善男子善女人 哪有这么着数的事 自己将自己的身份抬高 其实什么都不是 佛法有它的标准在 而且那个标准非常清楚 所以自己一定要认真反省 我这个下品善男子善女人的资格 有没有 如果有下品 绝对可以往生西方记录世界 凡性同居土 中品的善男子善女人 往生方便有如土 上品善男子善女人 往生实报庄严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